蓁蓁 站住 爸 张勇哥 你别冲动啊 你有什么事情跟我说 你放了我女儿吧 谁跟你冲动了 杜鑫鸣 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吧 人在做天在看 杜鑫鸣 张勇哥 之前我一直在配合你 你要是钱钱不够 我可以给你啊 杜鑫鸣 你是不是觉得你有钱 钱什么都能买 花钱买女人跟你上床 花钱买别人家破人亡 那你到底想要什么呢 要是哪 不不不不 杜鑫鸣 我今天让你知道知道 家破人亡 失去亲人是什么感觉 爸 张勇哥 杜鑫鸣 你叫警察 不是我 把电子拿出来 都别动 你们再往前来 我跟他通过一劲 你 张勇强 我是这里的负责人 你只要保证贺珍珍的安全 咱们什么都可以谈 张勇强 你不是张勇刚 那是我哥 我哥窝囊了一辈子 我今天就给他讨个公道 我就是死了 贺珍鸣 我也饶不了你 张勇强 你恨的是贺珍鸣 所以不要杀鸡无辜 你看这样行不行 我让消防队员过去 铺设一些消防气垫 这样做主要是为了你们的安全 我们有更多的时间 好好恨 没有什么事解决不了的 除了 大哥 你只要让他们扑吧 这样我们掉下去 也不会死得那么难开 是不是 没人想死 要怪就给你爸 叫这么多警察 你叫他们过来 上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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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赚 来 来 来 小心 放心 牟组 牟组 一号狙击手到位 随时准备射击 他既然同意铺设起点 那就说明他武艺上人 还是再劝劝他吧 关上目标 等候指令 张永强 我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 那你想过没有 你烧了厂房 你烧了员工宿舍 很多无辜的人 因为你们的私人恩怨 而选了进来 包括现在被你劫持的贺珍珍 还有你的哥哥 张永刚 他们也是无辜的呀 这些事都是因为贺群明 你不觉得我更无辜吗 那你更不应该用贺珍珍 变成你冲动的牺牲品呢 牺牲品 我哥算吗 我们全家都是他贺群明的牺牲品 你们谁问过 我哥那么老实个人 辛辛苦苦给他干了十年 换来了什么 妻离子散 我妈病重 他为了他干的那些奸情丑事 不让别人知道 他把我哥开除 还诬陷我嫂子勾引他 毁了我家名社 我妈是怎么死的 又怨又恨 这些事谁能跟他说清楚 别说了 别说了 他 都是我造的孽 让我去赎罪 让我去死 我求你 别伤害我的女儿 没人让你死 我今天就要当着你姑娘的面 让他知道他爸有多龌龊 当时为了我妈的救命钱 我可忍辱去跪下求你 你连看都不看 你睡了人家女人 救命钱都不拿 你还算是个人吗你 你 何清明 这些事你女人都知道吗 爸 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好 何清明 你现在给我跪下 跪下 不要 爸 爸 爸 报告 警医人情绪激动 请求指令 他不想置珍珍于死地 刚刚珍珍差点摔下去 是他拉住的珍珍 不许开枪 继续听我指令 磕头 给我妈磕 给我们全家磕 磕出血 高浮禅 你开启出血 他命了 得不许开枪 不许开枪 你差不多是就得了 不许开枪 这个不许开枪 你很不许开枪 你这 audience不许开枪 好 队长 怎么样 快点 队长 别动 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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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队长说得很严重 快点送医院 队长 队长 来 队长 走 快 队长 走 同志们 下面进行会议的最后一项 也是最重要的一项 我向大家通报一下 赫氏集团连环纵环 在兰宴特勤 和公安部门的紧密配合下 已经正式告破了 在这次行动当中 七班有限非常突出 经队里研究 经上级批准 第七班荣立 集体三等功 同志们 下面有请 在这次行动中赴伤 今天特意从医院赶来的 七班班长叶启恒 上台受奖 谢谢队长 老爷 跟大家说几句 好 作为校方员 减少损失 减少伤亡 是我们的天职 这次 七班做得很好 这个讲座 是大家应得的 是大家应得的 同志们 我希望大家今后 向七班学习 让我们兰宴特勤 真正成为下城的守卫艳人 生命的保护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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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真没想到 我还能推着你 在这楼里走来走去呢 我都这样了 你就别拼了 行吗 我就想让你放松放松 你每天把自己这根弦 绷那么紧 对自己一点都不好 放松不了 我一想到我在医院 住那么久 我就不适应了 其实吧 你适应适应就好了 打不着我吧 晨晨 晨晨 那个队长有急事找你 赶紧上去 队长找我 找得真是时候啊 你们俩先聊啊 我去一趟 珍珍 你不用太担心我 其实 木头 我这次来 是专程来谢谢你的 你在医院 要好好休息 好好养伤 我想我们两个之间 也可以休息一下了 怎么了 没怎么 你特别好 真的 你特别地完美 完美倒让我有点 担心受怕 你在说什么呀 我不想有一天 你的这种完美 也是一种假象 我想到那个时候 我会比现在更难看 所以 你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静一静好吗 这是出什么事了吗 你可以跟我聊一聊 你照顾好自己好吗 我 怎么都担心 什么事 你 你 你 忆